只有住念不住钱 那这个就让家属觉得有压力 甚至有些人还规定 到那边去 连水都不能喝哦 饭戒哦 那家属人家客气 要给你水都不行 然后这些都是人为的规定 没有佛教的善巧方便 等等因为他不了解经典 那再来受菩萨戒呢 那标准就是要烫戒巴 这个烫戒巴也代表一种菩萨的现身 我们把我们的身体要奉献给三宝 我们要把我们的身体奉献给众生 所以要烫在让你痛 要痛 那出家人是烫在头顶 那再家人是烫在手上 那标准是烫三颗 三颗 不过我想一想 我看还是烫一颗好了 免得各位太痛 有些只想痛 师父没问题 我九颗 这种已经麻烦了 这个保证不是菩萨 他只是成勇 人家三你为什么要九呢 就有这个意思 当然如果都有表法 因为我妈妈得爱症 我替她三颗 我希望我将来要出家 我又三颗 那有道理 就是你有一个表法 但是我 前一阵子我们不知道 在英国吧 烫了三颗 好几个去医院割肉了 因为那个可能有点问题 是烫得太近 还是怎么样 每天人家 师父那怎么会这样 怎么这样 所以现在这种烫结巴 只有在我们大陆 已经都取消了 他们这个夜太重的人 不能烫结巴 这个夜很重的人 这个深夜太重的人 你一烫 那那个烂了烂得不好 发炎 产生皮肤病 割肉 什么事情都会发生 所以各位一定要忏悔 忏悔 那有人问我说 可不可以不烫 不烫就不像菩萨 怕痛 你怕痛 你也做什么菩萨 我已经说一点了 而且他们会 跟各位放放西瓜皮 减低痛苦 消炎 听说烫结巴最好 等一下跟你喝一个西瓜汁 就不会发炎 然后如果你喜欢结巴大一点 你等一下就多去吃香菇 竹笋 你结巴就会烂多一点 所以然后你就会够大磕 够大磕 有些人喜欢上笑 上笑 很大磕 所以我帮一个法师烫了108磕 吓死我了 右手烫108 我看他闭关出来也没用 个性也没改变 第二次又叫我去帮他烫 我说我不用烫了 烫也没用 要烫你的心才有用 有些人肉体的承受痛苦的力量就是很大 但是他心里承受压力量一点都没有 那就不符合 这个菩萨记 他这个烫在身体痛在心里 对吧 这是一个决心 决心 所以 如果他们等一下准备 但是如果有些人 你明天 你今天等一下五点就要赶出去了 你没有住在这边 那明天中午再找时间补烫也可以 好不好 以一点为主 然后我希望传三次菩萨件 你来三次好了 你才有三点 因为要一次就做菩萨 我看很困难 所以 当然一点大家就比较不会痛 护持生命电视台 就有如在护持十方三世一切佛法森三宝 所以期望各位把生命电视台 所听到的叫法 运用在您的内心里面 达到无我的空性 达到慈悲利益众生 更要随时收看 随时护持生命电视台 就是护持三宝 护持账号 1996-5232 1996-5232 护名 生命文化基金会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家好 我是石耀署署长吴秀梅 随着台湾疫情趋缓 为了让民众逐步回归正常生活 国内也启动防疫新生活运动 希望民众在维持良好的卫生习惯下 安心至餐厅用餐 提醒您 如果是大型聚餐活动 记得留下定位联络资讯 方便餐厅记录 用餐前后正确洗手 保持手部卫生 并落实了公块母池 而餐饮业者 除了定时消毒桌面 菜单等器具 与环境外 厨师喷条时 佩戴口罩及勤洗手 也是持平卫生安全的重点 最后提醒 若有感冒 咳嗽 不舒服症状 就要紧速就医 多休息 让我们一起落实 安心防疫 也兼顾安全舒适的生活品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接下来请收看 空中佛学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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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栏目 南无本师释迦摩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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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吾上圣声为妙法 吾上圣声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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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法师 各位居士 大家好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好 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讲解的是 佛法盖要 繁体版在 105页 那简体版呢 是在第46页 那我们今天的图表呢 是07 那四品的编号呢 是13跟14 那我们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是 三十七道品 那在佛陀教导的修正法门里面 声文的所修的道 他所修的道是什么呢 总集来说呢 叫做37道品 那37道品呢 他也叫做37绝分 或是叫做37菩提分法 或是叫37道品 那这是生文行者 所修行的主要的内容 那修这些内容 去向解脱 那在37道品当中呢 他分成七大类 那这七大类呢 就是我们这边 白板上面的七大类 那七大类的法术增上 四四四 五五七八 那四四四呢 就是四念柱 四正秦 四神族 五根 五力 七觉之 八正道 那四四四五五七八呢 那加起来呢 就是 37道品的法术是37 那修这个37道品 它可以说是去向解脱的主要的内容 那这个37道品也可以说是解脱的密码 解脱的专线 涅槃的通关密语 修这个37个法呢 就能够去向于解脱 那37道品的道呢 在聚社论的贤圣品 他有提到说 有几类的道 除了这个37道品呢 他提到二道 二道就是世间道跟初世间道 世间道呢 是修有漏道的六行观 也就是厌下心上 厌下地的苦出葬 新上帝的静妙离 第一个是二道 第二个是三道 三道呢 就是见道 修道 无学道 第三个就是37道品 还有一个叫做四通行 苦词通行 苦迟通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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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热迟通行 跟热迟通行 有这几个道的一个内容 那这37道品的道呢 什么是道 在聚社论里面提到说 他是涅槃路 那这个道呢 他是涅槃路 也就是说我们修这个七个道品呢 能够去向于涅槃 去向于解脱 所以道叫做涅槃路 乘此能往涅槃城 也就是说 我们透过37道道品的这条道路呢 能够寻求到什么呢 能够去向于涅槃 能够去向于解脱 能够去向于解脱 那这是第一个解释 第二个解释 这个道是寻求所欲 依此寻求涅槃国库 也就是说 我们透过这个37道品呢 那能够寻求到什么呢 可以寻求到涅槃 那37道品也叫37菩提分法 那在佛典当中 讲到菩提呢 有三种 第一个叫声文